大卫住在自己宫中,对先知拿丹说,你看,我住在想摆目的宫中,耶和华的约柜反而在蔓子里。 拿丹对大卫说,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,因为神与你同在。 当天夜里,神的话临到拿丹说,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, 耶和华如此说,你不可建造殿宇,给我居住。 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,直到今天,我未曾住过殿宇, 而是从这会墓到那会墓,从这帐墓到那帐墓。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过的地方,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适施, 就是我吩咐牧羊我民地说,你为什么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? 现在,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,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, 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,叫你不再跟从羊群,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王。 你无论往哪里去,我常与你同在,减除你的一切仇敌, 我必使你大有名声,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,栽培他们, 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,不再迁移。 凶恶之子,也不再像从贤那样扰害他们, 并不像我命逝施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, 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, 并且,我耶和华应许你, 必为你建立家世。 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, 我必使你的后裔, 接续你的位,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, 他必为我建造殿余,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, 直到永远。 我要做他的父, 他要做我的子, 我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, 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, 我却要让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, 他的国位也必定稳固, 直到永远。 拿丹就按这一切话, 照着末世, 告诉了大卫。 于是大卫王进会墓去, 坐在耶和华面前, 说, 耶和华, 我是谁, 我的家算什么? 你竟使我有这样的地位呢? 神啊, 这在你眼中还看微小, 又应许你仆人的家置于久远。 耶和华神啊, 你看顾我, 好像看顾高贵的人, 你加给仆人的尊荣,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? 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。 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。 耶和华, 你行了这大事, 并且显明出来, 是以你仆人的缘故, 也是照你的心意。 耶和华, 照我们耳中听见, 没有可比你的, 除你以外, 再无别神。 世上有哪个民族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? 你神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, 又在你熟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, 驱逐列邦人, 显出你的大名。 迷失以色列人, 做你的子民, 直到永远。 你耶和华, 也做他们的神。 耶和华, 求你坚守你向仆人和仆人家所应许的话, 直到永远。 照你所说的而行。 愿你的名永远坚立, 被尊为大说。 万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, 是治理以色列的神。 这样, 你仆人大位的家, 必在你面前建立。 我的神啊, 以你启示仆人说, 我必为你建立家事。 所以, 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祈祷。 耶和华, 你也应许把这福气赐给仆人。 现在, 你喜悦赐福给仆人的家, 可以在你面前永存。 耶和华, 你已经赐福, 还要赐福到永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